关怀计划 节目一开始 我们先来看一段影片 浩劫后 时间凝结 这一刻的死急 让哭嚎声在空间里 圆秒淡去 强度八级 死伤人数直逼五十万 矩阵让天府之国 蒙上了深圣的哀奇 同志们有没有信心 有 谢谢你们 同呼吸 共命运 全中国人的心 因此紧紧相细 而同哀伤 共苦难 海峡彼岸的慈祭 也没有缺席 超过两年半 一万五千多名志工爱的接力 让关怀源源不绝 送进了四川 2008年5月12号下午 一股强大的震波 穿越台湾海峡 撼动了人心 正眼法师心细黎明 不舍众生 看着惨重灾情 他几度悲极无言 在正眼法师呼吁下 全球30个国家的慈祭人 迅速动员募款 5月14日 第一批志工抵达四川灿灾 隔天 60顿赈灾物资 随着直航专机 飞抵成都 接着 志工进驻灾区 在德阳市 开设了五个热食服务站 三个月内 提供了81万份的餐点 除了带来一份温暖 志工们更邀请乡亲 加入服务行列 转移哀伤忧郁的情绪 好 来 要不要睡觉妈妈 好 来 好 把她当整 像你的孩子一样 好 你的孩子一样 一直都在你的心中 这是正灾初期 紧急安心阶段 慈祭透过物资 热食 抑诊 与心灵复位的方式 陪伴受灾相亲 四川话 香音众 一整现场 小志工们热心翻译 贡献良能 慈祭人也透过人文互动 在孩子的心里 种下了善根 分离盐水 是青山的 你不要看小孩 他比我们大人更厉害 慈祭人医 深入灾区 除了为紧急医疗体系 分担压力 也守护了 四万五千多位 相亲的身心健康 三个月过去 慈祭的灾灾 进入了中期安身阶段 为了让受灾相亲 能过个好年 岁目年初 慈祭志工 为相亲发放大米 食用油 郁寒衣贝和生活包 合计一共有 十五万多名相亲 亲手拿到 全球慈祭人的祝福 政府、领导、民间、志工 所有人的汗水与努力 没有白费 很难想象 一个被地震摧毁殆尽的小镇 竟然成了环保运动的先锋 也很难想象 灾民的脸庞 竟然可以如此充满朝气自信 因为大爱 已经许了他们一个 光明与希望的未来 很感动 我是感动的流浪水与 所以我觉得手上的信息是很重要的 如果没有你们的话 我想我的学业可能会坚持到现在 现在我又有更多的理想 我要当一个慈善家 要把自己所有的爱传递给所有人 传递给别人 希望别人再传递给所有人 我觉得这样才会是一个和谐 美满的社会 祝福实际将大爱散播到全球各地 自尊全体实际至宫 大恩和食 感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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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恩